然後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如何在我打鼓生涯當中 用一顆鼓來訴說一段故事 然後我是陳文天 然後我是創辦人之一 然後因為另外一個創辦人 現在在當兵 所以現在我一個人在當兵天 然後旗下還有幾位學弟妹 就幫我們當兵 好 然後先說我從什麼時候 開始接觸到鼓電的事情 在我國中一的時候 是大學社團 不大學長對不起 中學社團那個 社團的超聲活動 我就嚇一跳跳 看到我沒有人在裡面打鼓 他在足鼓就很酸 然後他都覺得 我以後一定要像他這樣 我就這樣進去了 結果沒有想到進去的時候 要被我沒有人抄了 像小狗一樣 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 那個就是我本人 對 就每個禮拜一到五 都是要做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看鼓好笑也這樣子 對 可是在那當中 我發現到其實 雖然是很辛苦很累 可是 跟同伴之間一起吃苦 一起被學長罵 被表哥罵 那種感覺 變成是我們是一個 樂趣 對然後包括我們現在 雖然已經我在台灣 他們已經在各個人工作了 我們回去還是很聚在一起 所以之後 我在中學七年裡面 我當了社長當成的 然後我那一年 我帶隊那一年我得了很多獎 所以我就以為我自己很厲害 所以我就從事務所 就靠近了那個 馬來西亞唯一 直接鼓勵到手機 對 我進到裡面的時候 發現到 哇 天堂是別 因為我發現到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學的東西 在高科學的七年打鼓 我去那裡什麼都沒有 我自己的東西贏了人家什麼 就是這些東西 體力 只有體力贏了人家 月理不懂 肢體不懂 肢體不懂 肌膠我凹不下 對就是一身肌肉什麼都沒有 所以 上課 可是我去那邊 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累 第二堂課的時候 覺得很心酸 第三堂課到開始就是 想放棄了 然後 可是那時候 很幸運就是我上了第三堂 然後回去的時候的路上 我經過一個書群 對 然後我看了一本書叫 李小龍 李小龍的老婆幫他寫了 叫李小龍思想金龍 對 那邊一句話讓我 忽然間想得很久 叫做清空你手中的背著 幫人再行住 對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是不是我把我以前學過東西 看得太重了 我沒有辦法 重新通過一個新的環境 所以說 我用很久 一個禮拜時間去呈現自己 上第四堂課的時候 發現到其實真的 你只要把自己放 放下來更多 你得到的東西 越比想像的東西還要多 對 然後 所以說我在那個 職業股隊待了一年當中 我發現到就是 打鼓我剛剛開始七年的目的 其實 真的不是 七年當中 我就覺得 練習就為了表演 反線 可是在職業股隊練習的那一年當中 我發現到其實我更加認識我自己 因為我每天都練習家 每天都練習家 每天都練習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而是沿著我肚子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可是在重複事情當中 我發現到我更加認識我身體 然後從裡面甚至影響到我思想 影響到我生活方式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一年後我離開了職業股隊 然後我來到台灣 然後我整理行李箱的時候 我去帶了一堆股光發行李箱 我媽問我說 你該回去到台灣 還要玩什麼事情 笑笑 然後說 沒有啦 帶去做紀念 可是憲也講說 只要老師有機會 我就要答案 對 可是我到那個半年當中 我一直呢 我一直想要打鼓 我一直說 這半年後交到女朋友 然後認識很多朋友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 我很會打鼓 我要 你知道我很會打鼓 很屌 很屌 可是 可是這樣半年後 我完全沒有行動 對 一直在說我想做 我想做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 我是念文章系的 在下的設計系都知道很累 連自己睡覺時間都不夠了 還要搞社團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信念了 半年後 回到我家鄉 然後去拜訪我教練 然後我就跟教練講起 我想什麼意思 我現在問我說 文件 你有夢想嗎 我說有啊 他說你有夢想 既然有夢 為什麼不要做更大一點呢 對 你年輕只有一次啊 你要輸就趁年輕就輸掉 不然我老 等待老教育啊 終於才哀怨 我覺得這個沒有 沒有 就會更加後悔 結果回去 回來台灣第一件事情 我就找回以前那些同學 走 我真的要做我們的整理社團 這樣 結果我們就整理社團了 對 然後 從那時候開始 我一開始探索了 探索了的新者之路 然後 我們像他們一樣 今年是第三年 叫鄉主社 為什麼要取名鄉主社呢 就是 故鄉之音的意思 故鄉是代表馬來西亞 對 我希望能夠把我在 馬來西亞 這段打鼓的這份感動 跟我所學到的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 可以感染到 感染到我真的 把我生活都變成 不一樣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這份感動是需要分享的 對 所以說我是成立這個社團 然後 讓各位學弟妹一起來 一起來參與 剛開始成立三十幾個人 一年之後 剩下十二個人 對 因為 很嚴格 沒有辦法 而且他們 你問他們他們會知道 不好意思 然後 對 然後 可是 那時候 我爸現在其實夢想的 一直在說 一直在說 沒有去做英明確行動 他永遠其實是個夢 最後必須要去做 好 好了 結果 我們成立了兩年之後 我發現到我們的技術都出手了 發現到我們的 心態方面都還不錯了 然後 我就跟我那群同學說 一起成立 一起創造的同學說 欸 我們明年好不好 我們來辦一個大型公演 我們賣一票 這樣子 結果 當我講出這想法的時候呢 隔了沒到兩三個月 我記得那時候 我開完蜘蛛蝦 開完回來 過年後 對蜘蛛人 不好意思 那天 看我回來的時候 就一群喔 一群股團的同學在我家樓下等 他說文天某事情要跟你講 對 他說我說文天 我不能陪你這樣玩下去了 你要記得 我們還有畢業製作要做 你的功課 當然文天你要記得嗎 你的功課 你那時候提爆的東西 是被打零分的 你還要玩蜘蛛嗎 還玩很大 他說抱歉文天 我不能陪你這樣跑下去了 對 可是當中這還好 然後他又講了一句話 讓我很生 不是很生氣 讓我真的激勵到我團隊 就是 文天你要玩專業 你能玩得某某某某某的補隊嗎 某某某某的補隊嗎 對 然後 你功課顧不了了 你能夠把這個活動做好嗎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 就是因為他講他們講這種話 我們覺得說 跟我另外一個朋友 就真的下定決心要做下去 對 因為我覺得說 能力是可以被訓練的 可是心態方面 需要被自己學習 對 好 接下來 對 第三年來了 我們要辦公演 就去年 對 然後 那時候很累 因為 整個社團幾乎有四十幾個人 走到剩下二十 那時候才有四個人 二十四個人走壞公演 我們沒有工作的年 我們沒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 用我們自己系上的職員 除了音響燈光不是我們以外 舞台設計 服髮啦 服裝等等等等 都是自己一手 我們一手包辦 這樣子 對 然後 六月份那時候 我們公演做出來了 當天有來 去年 對 去年 一千兩百個人 就是整個工政樓 我們的禮堂都爆滿了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感動 對 然後 所以說我忽然 絕對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 一件對的事情 與其我們用力去解釋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我們去做 對 時間自然而會幫我們做 不是 很幸運的是 我那公演辦完之後 我的畢業製作成績也拿到很好 就是拿到全班第一 而且我還申請到國會的創業基金 對 所以我們才有現在的重擊 這樣子 好 接下來 我要感謝這位 我創立了 就是當兵這位同仁 對 因為 應該不是長的樣子 現在 現在不是現在光頭了 OK 因為 他是我來台灣認識的第一個朋友 對 然後也是同 也是室友 只要我們在科業上的四年當中 我們只要合作的 我們都得到很好的評價 對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建立很好的默契 所以我畢業製作的時候 我們才一起做 結果沒想到真的做還不錯 我們畢業之後 我就跟他 然後他也同意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還開始走到現在 所以我 接下來要介紹一下我們團隊 重擊法 這是整合我14年打鼓的一些經驗跟我的 嗯 怎麼講 畢業看法 對 我們要重點 為什麼要重三個人組成一個重 第一個重就是 人本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條件或者自己的特質 我們必須要發覺 必須要發覺它 當我們發覺到我們缺點或者優點的時候 我們要 一定要 付足以行動 去 改變 或者實踐它 然後既然你要做了 我們就把它做到極致 我們稱作為人級 對 所以說 重機本來重金是講就是 通往極致的一個過程 這樣子 然後 最近做了一個案例 就是這半年 我剛剛 成立團隊的時候 我們記得第一個 就是水里蛇咬 陶人故鄉 對 然後去了那時候 我就 發現到陶 就是 農 為什麼我說故事 就是我發現到去甜點調查的時候 我們去跟那些 阿公阿嬤 甚至水里蛇咬要住 問了一些故事 對 然後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們會拿骨棒 對 跳鋼 跳鋼的時候 他會拿骨棒一敲那個鋼 聽 聽他聲音那個鋼是好還是不好的 然後那邊的當局局 他們很想把這個畫面 重現出來 因為現在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塑膠鋼什麼之類的時候 他們跑鋼應該算是台灣 都會 全台灣都會跑鋼 對 所以說 我們就 他們就想說用跑 這是用跑鋼跟骨皮結合 所以說 我覺得說 這是材料 對 還有故事 然後再用拍當地人 然後還有他們的色彩 又的顏色是一種 還有 顏色 除了顏色以外就是臉 表情 他們笑容 他們的很開心 那種笑容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顏色 所以說 他們當我提出這個 就是說 我會把你們的這些故事 跟你們動作 跟骨做結合的時候 而且當我展現出來的時候 他們很開心 因為他們有共鳴 這就是他們以前曾經做過的事情 對 所以說他們自己打得很開心 所以說我覺得 一個塔路表演 是一個先感動自己 才能感動塔人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可能我們會到台灣各地 發覺更多好的故事 然後再用鼓來訴說 更多感人的故事這樣子 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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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來讓問問幾個 有嗎 那我想 你為什麼 你想要留在台灣 去做你這個夢 所以會去花台細胞 嗯 不要講政治吧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因為 因為我來到台灣之後 發生這個土地 讓我覺得 比馬來西亞來得分請錢 然後很多題材都可以讓我到處去找 只要深入到一個香眼就可以發現很美好的故事 這些故事都可以讓我變成一個很棒的表演 所以說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這樣子的題材 我不說馬來西亞沒有 因為馬來西亞目前沒有 如果今天要回去的話我會餓死 然後第二點是我爸爸媽媽非常討厭我說這些事情 因為我現在人在國外管不了我 對可是今天我回去我媽就罵了我一下 她說你剛剛創這個業你賺多少錢 你能記多少錢回來 我告訴我現在只能養保我自己 要養你要肯要等你死定 然後可是我媽就很罵我 可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一個人在國外 我不玩樂我不喝酒不抽菸 甚至張古都沒有 這四個東西我跟我媽講 如果你 我這件事情你知道嗎 我很放心啊 你去 我能做到這 堅持到這四點了 你還好也要去做什麼 對 我跟她講 我可能不是你適合孩子裡面 賺具過去的孩子 可是我跟她講 我以後會變成你最煎熬的孩子 可是我媽那時候孩子就不講話了 所以她還會去睡眠 可是不會像之前那麼強烈 對 還有嗎 還有嗎 有沒有想要 哪個表演 最近 最近 現在還是 沒有 最近 最近 我們在哪裡 5月9號 5月9號 6月 大小媽那裡 我們在大小媽那裡 四十五號那裡 這麼多表演的其中一個人 對 然後 然後資訊就可以 再進來 對 然後我們6月9號 6月9號吧 6月8號 請 蛤 懲罰 6月8號 社團懲罰 社團懲罰 對 然後就是剛我說 那水裡的那個題材 我們就會再懲罰 那你把它表演出來 大家可以加一下 我們聽的背部的 或者是 罐子 對 加一下背部的 蛤 有有 有 重疾法 一個重疾法 是哪個重 四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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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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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體是何重 這個 這個字打得出來 這上它不叫簡體 這叫古體 古老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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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簡字 它不是簡字 OK 它沒有強問題 你看看不太強問題 剛剛整個問題 質詢 你剛剛說 就是你有在 其他箱裡面 找到 故事 然後你要用這個故事 要怎麼用譜來呈現 嗯 因為如果說音樂的話 節奏這方面是比較俯觀的 懂嗎 因為可能我對節奏 是我變的 我總的說我算 可是如果今天是 遙遠的那群眾 他們聽不懂 可是動作轉換吧 對不對 動作 背景音樂 材料 就是他們最熟悉的材料 他們最熟悉的動作 把它融入進去 可是要轉換 不是說說 它是除草 我不能把除草這個動作 我們必須經過 美化轉換 這樣子 然後比方像我 原本 就是我們可能 像我們敲鋼的時候 會有一個 可能就是 好 先借一下 對 他們敲鋼的時候會這樣敲 聽好文化 可是我就把它變成 就是X一樣 就變一個動作 就跟節奏作配合 對 所以說 我們就是 用這種方式讓他覺得 對 我們 也是 重新做過這樣 也是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讓人家想生一個功 對 可是 你的轉換過程也不能轉換太多 因為 如果轉換到變成你自己的話 他們就沒有功 對 所以其他虐訪沒有在做這樣 就是幾吧 我不知道 對 我們目前在探訪這一塊 對 因為我會說就是轉換 我覺得他講的蠻有道理 就是 就像 台灣有很多地方 竹子啊 或是 陰哥陰哥 這種我們就很適合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只想要到音樂 音樂不只想要到身體 沒想到 視覺上可以做難度 因為古的做 他就有古的做法 還有當地人 做一些行動作 例如插畫師的 集團 或者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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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做出這樣的改變 我覺得 難得 或許你們 要看更多我們表演片段的話 可以去Youtube搜尋想谷社 想谷社 就是我之前成立的社團 我們有很多片段在Youtube上面 就想念了想 就打口罐社團社 OK 我們謝謝文天 謝謝